核碩20号举行股东会 总经理廖次正指出 电子产品需求不正 让去年营收下滑 不过营收仍维持 1兆元以上的水准 核碩去年合并营收 为新台币1.577兆元 每股税后盈余为7.5元 股东会决议发放5元的现金鼓励 而展望今年 廖次正十分乐观看待 今年是一个可以期待的一年 应该是按照我们计划在走 应该是往上的 因为一直都是 上半年比较少 下半年是营运的重心 也是重点 我想还是我刚才讲那句话 我们充分的准备了 那个产能我们今年 是规划的比去年多 而近期鸿海董事长 郭台铭的一席话 让企业是否继续投资台湾 成为关注焦点 董事长童子贤表示 他们已经用行动证明 会继续投资台湾 我们的衍生的 其他的关系企业 跟其他的产品 现在又把那个 跪山场占得满满的 我们还是很不够用 又对外去扩充 我已经用实质的行动 这个表达了 我们其实还在实质的投资 跟扩充 继继续加码台湾 看好今年发展 希望获利表现能振振日上 进入报红军文 特别报道 我现在是实质的方案 我只是说 我现在是实质的 我现在是实质的 我现在是实质的